雨昭,这个媒体追踪 腾讯据说微信有一阵子还会屏蔽学习APP 学习APP是马云开发的 要学的是学习强国 以及学习习大大 那这个马化腾配黑 跟这个网路三大巨头的控管 最后都是习大大维稳的其中一个环节 对,在先前的节目之中 我们就讲说中共要建立一套完善的 数位,齐全主义 这个规口管理 跟对网路的治理整顿 是一个必要的过程 但是很重要的地方是 要走这个过程 你必须要把几件事都给做好 才会有最大的效果 第二是什么呢 在网继网路社会之中 中共最信仰的是 枪杆石出政权 网继网路的枪杆石是什么 就是讯息的取得 就是后台的资讯 或是这些资料库 虽然重要的地方是 要搞这一套的话 一定要用自己人 如果用别人或是别人的过去的亲信 去搞这个网络的话 恐怕自己有灭顶的风险 所以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 中共的网信部的主任 跟国新办的主任就换人了 为什么呢 因为本来网信部的主任 叫做蒋建国 蒋建国过去参与过 被人家参 说他曾经参与过联名要求 习近平下台的这个过程 那被发誓说这是谁在策动呢 又来了 他是湖南帮成员嘛 原来又跟了中文康啊 这些人又搞在一起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我要用我自己人啊 才有办法呢 取得呢 这个所谓的枪杆子 所以派上人是谁呢 第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网信办主任啊 还有呢 这个国新办的主任啊 都是习近平过去在福建啊 还有呢 在啊上海的旧部啊 一个叫做庄荣文 一个叫做徐林啊 用自己人啊 基本上比较安心 用了自己人之后呢 要干嘛呢 我就要开始收集黑材料啦 我要知道谁在低旗红啊 谁在高旗黑啊 或谁跟呢 这个政商关系 或是跟江系人马呢 基本上有这个不正常的 金钱上的往来 我们今天讲过嘛 马云呢 就被人家抓出来 他跟江绵恒的关系匪浅嘛 然后呢 李彦宏啊 就被人家找出来 跟普田系的医疗系统啊 原来有这么多的广告的交易 所以重要的地方是啊 诶 所有的黑材料啊 都掌握在我手上之后呢 就做第三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什么 我把这些黑材料啊 拿出来让你百口莫辩 你过去啊 跟谁APP过 你跟人家 跟谁微信过 或者是呢 你跟谁email往来 我让你 百口莫辩 无话可说 这时候呢 最后一招就亮出来了 这叫亮界 亮什么 你要不要配合 你要不要给我规口管理 你要不要把资源给上缴 或者是呢 你要不要成为党员 这是马云的故事嘛 接下来就是李彦宏的故事嘛 接下来 我们看到最新的事啊 诶 火烧到啊 马化腾身上了 其实2016年时候啊 腾讯网啊 就出过一个大事啊 在这个网管 或是在个人崇拜的这个氛围之下 你只要记者写错话 你很麻烦啊 曾经在腾讯网上 把习近平发表 重大讲话 打成习近平发飙重大讲话 这2016年的时候啊 你就已经有这个小小的政治不正确了 现在人家在讲说 不要低级红 不要高级黑啊 这个材料又被人家拿出来 那接下来呢 又被马云啊 参一笔说啊 你好大胆啊 你居然在微信里面啊 屏蔽啊 我所谓的这个学习强 所以说很重要的地方是呢 中国的这个数位极权主义啊 已经发酵 更有趣的地方是呢 最近美国著名的中国研究智库 叫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 我们看看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 就是韩国瑜准备4月份 这一个参访的这一个单位 对 很重要的地方是呢 他做了一张图 他做了一张图哦 这张图啊 上面批的是什么 批的是习大大 他好大胆 还有呢 这个新战民都很熟悉的 黑武士尤达啊 虽然黑武士尤达呢 是一正一邪的人物啊 他把这两个形象批在一起 然后告诉大家 有一个学者来做这个座谈 告诉大家 中国的经济改革即将结束 那这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费正清研究中心啊 是美国啊 红队的摇篮 他的立场过去始终就是请中嘛 简单来讲呢 美国我们都知道 美国的智库跟中国研究专家 有所谓的蓝队跟红队 可是呢 在川普上来之后呢 红队跟蓝队的边际啊 已经不是那么的壁垒分明了 简单来讲 红队的智库 或是红队的学者 也开始认为呢 现在的中国跟邓小平 时候的改革开放中国啊 有很大的差别 这是第一个 批这个图的意思是什么呢 亦正亦邪嘛 简单来讲呢 就想要暗示大家一件事情是啊 本来他也是天行者 他也是天行者嘛 但后来呢 他为什么投入黑暗 就是因为他堕落了嘛 还要暗示大家的是啊 邓小平所要接诸的 现代化的中国 在习近平的手上 四件事情看不到 第一个是呢 在政治上 你没有集体领导嘛 你延任这个国家主席的任期嘛 第二个在经济上啊 国境民退嘛 市场经济的精神啊 荡然无存嘛 那在社会上呢 你加强了所谓的控制跟管理 你变成我刚才所说的数位极权主义 最重要的地方呢 在国际关系上 你没有韬光养毁嘛 所以在这四个假生命题之下 这个专家学者告诉大家 习近平基本上 已经变成了黑武士 另外一个重点是什么 另外一个重点告诉大家 中国的改革开放啊 即将结束了啦 这个经济改革呢 已经名存实亡 从我们刚才讲到的 这个对网际网路的这个控制 或者对于呢 这个经济的掌控 或者是对呢 社会的镇压 都会看到这样的内容 所以我想补充一点啊 其实老共他很聪明啊 从茉莉花革命之中啊 他得到了几个重要的启示 茉莉花革命发生在北非 有几个要件呢 让他促成 第二要件是经济衰退 第二是呢 对于异议人士的这个宽容 第三个呢 对网路的开放 这三个因素 如果绑在一起啊 就造成啊 一个威权政权呢 被颠覆啊 所以呢 刚才国成兄问问说 经济数据要造假 总是要告诉大家 中国经济发展是有远景的 为什么对异议分子 要这么的控制 要严打 我不能让你有反对党的机会 最后一点是什么 网路为什么要紧缩 我不会让你有 说话的机会 串流的机会 所以说呢 这就是中共从茉莉花革命之中呢 所谓阿拉伯之尊呢 得到了最大的启示